在吉安乡一间建材工厂的老板娘 早上打开门是傻了眼 因为门口被拴了一只大狗 还附上了狗碗 弃养的人留下了一封信 声称是因为果园卖了不方便饰养 所以割爱 希望看到信的人可以好好的爱护 照顾这只大狗 但这种形同强迫中奖的行为 让老板娘直说无法接受 而大狗也难过到不吃不喝 最后是挣脱了枷锁 逃跑了 监视器画面的左上角 似乎看到有人把大狗绑在铁门上 接着快步离开 工厂的老板娘 星期五早上六点多要出门运动 门口突然出现一只大狗 还留下它的晚和一封信 续上写着这只狗叫做哈利 快要四岁很会看家 但是因为家中国园卖了 公寓不方便饲养 请多爱护它会对你很好 这样的强迫中奖让老板娘很傻眼 所以某文斜巡不负责任的四足 它就把碗针放在这 它就放在这 然后就绑在那个栏杆上面 这么热的天气 还好我有停掉 不然它一定抱头的 因为那个绳子很短 它多大只啊 它站起来大概是这样 这么高 它是装大型的狗了 因为它是狼狗跟虎狗的配种的狗 就留了一封信 留了一个它的饭碗 然后留了一小包的饲料 就叫我们要养它 哈利应该是知道被抛弃了 工厂老板娘说 有给他水跟饲料 但是他的饲料完全没有吃 谁也打翻了 工厂的老板娘觉得 应该是哈利难过到不吃不喝 而且在遛狗的时候被挣脱绳子 只希望他顺利找到回家的路 也别再被抛弃了 记者刘明胜花莲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